第五題,右圖是甲乙丙定物五個同學在平面坐標上的位置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,圖中每一個的邊長均為一公尺 A甲在乙的西方三公尺處,我們看到甲在乙的東方 所以呢我們的選項A呢是錯的 選項B說,丙在甲的東方四公尺處 我們看到呢我們的丙呢是在甲的西方 所以呢我們的選項B呢也是錯的 選項C說,由乙位置,丙位置,乙位置再到甲位置 此運動過程中的位移為向東三公尺 我們曉得位移就是位置的移動 我們只管開始跟結束 我們從乙位置跑到甲位置 所以呢我們就向東移動了三格三公尺 所以選項C說,我們的位移為向東三公尺 是對的 選項株說,由甲位置,丁位置,物位置又回到了丁位置 此運動過程中的路徑長為三公尺 我們曉得路徑長是要算出所有走的距離 我們的甲到丁走了我們的三公尺 丁到物呢又走了兩公尺要加起來 再從物呢回到丁又走了兩公尺要再加起來 所以我們總共的路徑長是七公尺 所以選項株呢是錯的 第五題問我們說,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由乙位置到丁位置到乙位置再回到甲位置 此運動過程中的位移為向東三公尺 那是